第31题 在冬天养鸡场常使用白痴灯泡 作为小鸡的保暖装置 由此推论养鸡场是否适合用发光二极体 来取代相同亮度的白痴灯泡 作为小鸡的保暖装置 我们的前面叙述已经告诉我们 了一个优点之一叫做低热辐射 所以它产生的热很少 所以呢在同样的亮度之下 白痴灯泡产生的热比较少 因此它就比较不适合作为所谓的保暖装置 因为我们需要有比较多的热 才能够帮助我们保暖 第31题问我们说 养鸡场是否适合用发光二极体 来取代相同亮度的白痴灯泡 作为小鸡的保暖装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不适合因为发光二极体产生热能较少